各位麥迷朋友好,又是我Candy,Layman 跟大家研究12月9日快活谷,國際騎士賽日 講到第六場四班千二米 這場馬都有些主題,無理求師讓賽 田泰安是否無理求師,好像是 這場馬有很多馬上次騎開,他都沒有騎 有一隻他觸碰過的,他也不觸碰 看看是否真的無理求師,回答無理求師 如果我沒有記錯田泰安是無理求師,看清楚 我記得就是了,無理求師 魅力漢子今天和大家之前研究過有一場 田泰安又幫那隻不記得什麼名字 幫我蔡耀翰跳了一課,排位日 這隻魅力漢子他又觸碰過一課,很奇怪 他有時候也會看一些洞路的東西 這隻魅力漢子他跳過一課,莫雷拉又跳,田泰安又跳 碰過兩課,他也沒有騎 用回莫雷拉都很合理 仍然贏,轉了倉,三仗都在 中間跑第四個仗,如果不是有意外 我相信那天他也是剷進來 那個位置沒有了,只是意外導致 五上四,上一場也是受阻 田泰安選這隻魅力漢子 上一場雷文買了,跑到出血 但是我看到他幾步都很辛苦 應該在那裏爆了 但是都肯追上來 田泰安就騎開他 田泰安又不騎,換回何宅堯 何宅堯都贏過這隻馬 人馬都合拍的 我記得上季我選他的時候就贏 何宅堯的 一樣可以的,我先寫人馬合拍 田泰安又不騎 可能他有健康有疑慮 那他也是騎開的 那他選他,不騎這隻也不是不合理的事 那戰紅三千呢 又是田泰安騎開的 連續多少場田泰安呢 一、二、三、四、五、六 六場裏面 兩win 三p 第一次落地 但是很奇怪 那田泰安連續五場用CP呢 今天除了他 是不是連贏了兩win都不夠好啊 除了CP可以上一班 真的不知道 可能是上一班 說了這些古古怪怪先啦 看看各位信不信 不過這場馬都很麻煩的 有勁得手未跑過 鋒鋒快路未跑過 大有心得未跑過 創科先鋒又過來玩 美滿將來未跑過 即是有五隻馬不是很肯定的 那跟一些菊草馬一起跑 先說一些未跑過的先啦 勁得手 7月22號做過回染手術 9月13號做功夫 試了兩貨雜 兩貨雜我覺得都OK的 上季有一場跑菊草 跟了快步速回來 都不是斷得多厲害的 雖然他是泥地馬 說了這隻 鋒鋒快路 我看了他兩貨雜 一貨是賀明年 賀明年沒有馬騎 那我就覺得都OK 賀明年我看看怎麼寫 OK啦 即是沒有什麼評價 那貨 跟著莫雷拉又試了一貨 又要寫下 哎呀 莫雷拉又試了一貨 我覺得可以的 但是莫雷拉又沒有騎 又是古古怪怪的 苗莉德用 莫雷拉這陣子都不是經常有的 換過八米高 這隻馬上季跑過一場 跟了一個不快的步速 回到頭偷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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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的 很多馬都黃牌 後備保護拳 全部都有的 希斯這一隻 關乎馬平加的馬 又有後備保護拳 又有黃牌 即是很想跑今天 但是我看看希斯 他有很多馬可以打黃牌 他不打 是要打到這隻 怕死出不了 有後備保護拳 說了他是這樣想 但是我看回他的那些集 我覺得只不過是很普通 我就不知道 你說希斯那些選手貨 不知道 再加上馬坤 我又不認識 創貨先鋒 上場就跑對了 輸給熊龍是無話可說的 那一場雷文都和大家一起中三重彩 熊龍一注又夾中他 上次熊龍做了後備 換了一隻藤飛塔 田太安 拼了外跌 博輸了 中了一條Q 三重彩活力長勝 這隻創貨先鋒 其實是 菊草跑過的 我看過他有一場上季 我再看看 其實是跑得好的 被人夾了下去 然後拼到外面 他都還狠撲 這隻馬 自從換了配備之後 兩場都準 看看他這次回到谷草 就怎樣了 所以很混亂 超瀟灑 上次跑到有血 11月28 大量血 11月7 就做回功夫 11月11 就跳回 不停跳回 就是保持功夫 上次的木火同名 我都有選擇他 他選擇跑過第幾回 第五 其實是塞車 又左 我看看報速 我寫少了這隻 蝕了萬步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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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肯追 我記得前一場 我選擇他也是蝕的 也是蝕的 這兩場都是蝕的 兩場都有點意外 一場就塞到最尾的 七十米左右 很記得跟大家說過 上場就蝕了 裡面又塞車 其實都閃上來 那場馬 我記得那幾隻馬 我看看馬名 銀河飛馬 懂得看賠率 又撐回來 那隻新馬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爆進來 如果不是 他都是在四連環 就是那隻銘記之心 那隻進馬風彩 那天是熱 很熱 兩倍 有意外之下 跑成這樣 那我覺得 可以選擇的 至於 美滿將來 未跑過谷草 但是上季 我看到他試襲 已經覺得是不錯的 然後轉了去徐月石 好像我記得第一次出襲 是有問題的 第二次 第一次跟他 第二次出襲 就有問題 然後轉了去徐月石 那裏 煩躁不安 然後轉了去徐月石 今季又試了兩貨 就是史卓峰 黃浩南試的 兩貨 我的評價都算是OK的 即是不是很好 又不是很差 沒有什麼特別 很深刻的印象 那就講完了 那些 今天十檔 毛利球師 田坦安 這麼多馬 不奇 這些文章不會單純到 毛利球師 就選了毛利球師 這麼簡單 沒有理據 我不是這樣的 這隻馬 其實轉了去蘇偉賢 那裏 其實之前的賽職 都可以抹掉 即是高柏山馬房 有很多馬 轉出來 大家數手指 數過那些 由高柏山轉出來 那些什麼 風仔 什麼 冠風 有哪些轉出來 是沒有成績的 即是高柏山那時候 是跑什麼的 大家都明白 今季在五班 贏了一場 贏了兩個馬位 接著被人阻 蝕捕促 輸了兩個馬位 是被人阻 過河競出 那些沒得說 旅遊拿督 富六 他跑回第四 壓倒管得店 常勝心 銀河飛馬 上一場他又被人阻 又是蝕了一個萬步速 看看他怎樣被人阻 輸了給戰鬥英雄 戰鬥英雄再出都可以 那天又是在這個位置 不是很蝕 他開頭也有咬上去 後來 其實他不是說蝕捕促 蝕得很嚴重 不過是被人阻 前一場過河競出 就是一千個場 上了班跑不到 為什麼大家都明白 波見史 南俱寶那天 前面放有三隻 內蘭幸運大兄 魅力漢子 外面 魅力漢子也在 這場魅力漢子 是賺了萬步速 但是魅力漢子下一場 就蝕了萬步速 這場是賺的 上一場就蝕了 再出的富六 那些都可以 那天都可以選擇 那天富六 那一隻 佛迎賢 這裡進來了 其實都蠻大隻的 你看這裡被人阻 後來那隻戰鬥英雄 又捱過去 捱過去 他捱過去 又捱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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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捱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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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只有他一隻 再捱過去 那先選擇 無理球師 不是說是無理球師 第二個原因 好像田泰安有很多馬騎 他也不騎 很瀟灑 戰鬥英雄 OK過 魅力漢子 又捱過去 看看是否真的有人造就 這個無理球師 十當 拼他一拼 田泰安要善人 沒辦法 先選擇他 第二隻 大家看看魅力漢子 剛才那條片是賺的 這隻馬右前一場 我都跟大家說 大家看賠率 今季長長都好分 長長都不在 其實跑第十二這場 是收工的 我跟大家說過 挨一挨就收工了 其實他轉了四場這個配備之後 除了這場挨一挨收工 他三場都是 跑輸一零 一個馬位 兩個馬位以內 三場莫雷拉 不論什麼當位都好 看看今天的飛數 如果是十幾倍 就顯得沒有信心 如果突然間 很有飛數 我覺得 他虧報速 他又虧過 賺報速 他又賺過 被人捱一捱 收工 又試過 今天莫雷拉 也有大順威 他騎開 操開苗禮德 他也是選擇這隻 他也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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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兩場都第四 今天如果再進步 可能再選擇 他也選擇 第三隻 就開始很煩 我自己覺得這場馬有得搶 本來有很多 如果我戰紅三千 田泰安 如果不是轉過這樣的配備 突然間跑得好 這個配備 拿了兩個贏 這個配備 究竟看到什麼 覺得這個配備 用得不好 一帶下去就贏 接著入Q 接著第三 接著再第一 接著再第三 其實他上場 都是虧報速 他追得很好的 因為這個換配備的因素 我就放他四連環腳 什麼天下第一高手 都是這樣說 他跑進來才算 我覺得 無端端換配備 我覺得用心 是不是真的這麼良性 我真的不知道 那我不如先選擇 一些好鬥志的先 我選了木火同名 兩場他也是虧報速的 看回他末段 前一場 看一看他末段 他衝得如何 大家如果記得 我跟大家都說過 上次為何選擇他 其實他衝了不久 在這個位置 雖然他沒什麼虧腳情 真的運了75米才衝 運運運運運運運 運運運 運運都站在這裏 85 關了100 好吧 70多米才打開 讓他衝 後來只有他一隻在衝,差點有頭馬 這場已經失手了 上場撿過十二檔,又是十二檔 今天九檔叫做好一點 對著一隻沙田過來的大熱門 別人這麼有信心的兩倍 一隻不知什麼頭什麼路,七十七倍的 司徒冥記之心 銀河飛馬是一隻三班都有表現的馬 老實人也是 這隻木火同盟亦是虧了一個報速 再看看是有些意外的 他跑這些跑法是經常會遇到意外的 因為前面有馬蓋過來他又沒有 銀河飛馬就在這裏傳進來 他在這裏是虧了一個報速 這裏又左了 穿一穿上來 很近 輸給一些不知頭不知路的馬 如果不是都剷了入四重彩 這裏我覺得如果他剷第四 我的投注方法來說 對我都是有好處的 希望他這次的十二檔 九檔比十二檔好一點 這些馬房人馬是鬥志好一點的 還有這隻木火同盟 至於第三隻都很煩 那些創科先� 我又不敢看小 不如逐一隻馬選 我選一隻超瀟灑 有血就有血 我覺得這隻馬可能是今季才成熟 不過上場很不幸地流血 如果你相信羅富泉 練馬功夫的 如果健康有問題 可能都不讓他跑 我就是相信這一點 你說他再出健康有問題 我也沒有辦法 雖然田坦安奇 他也找回何澤堯 我自己覺得 這隻超瀟灑 如果他健康真的沒有問題 我看他的跑法 其實還有很多改善空間 健康如果真的沒有問題 或者羅富泉覺得 輸得不倒 如果健康沒有問題 就拼盡他 我覺得是有理由選他 而且我相信有賠率 既然是亂局 你搏我我搏你 其實如果要搏創科先鋒 搏回大純威 上場的慢步速爺馬的上校 換配備的戰紅三千 我不如搏一下勁得手 大純威 創科先鋒 勁瀟灑這些 甚至乎美滿將來 所以我都是選這隻勁瀟灑 再講其他馬同大家參考一下 1號的勁得手 兩貨集都不差 上季他不是不懂跑法活谷 但是賽職就是泥地 如果冷滿 我覺得可以搏 風凰快路未跑過谷草 試襲就OK 巴米高又不認識他 你搏我我搏你 這些好鬥志的馬房 再加上這些可能 砌過一次之後都沒有交收 何必跟你聊這麼多 這些都可以選擇 至於大純威 大家都記得 我研究了很多場跑法 他根本吸引我的時候 是留著跑的 追上來的 大家看看 有時候不知道他為何是這樣 或者是練馬斯 有練馬斯看法 跑馬有跑馬看法 大家 他根本是留著跑的時間 1分9秒5 1分9秒7 最慢的那場 不知道12檔 1分10秒 每次放在前面走 跑1分10秒3 1分10秒6 1分10秒8 全部放在前面走 都捱著1分10秒半開外的 那你留著跑 那時候馬又不夠熟 又不夠現在那麼好 又在三班 你跑1分9秒幾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原因 就是要放在前面 但是你買了他 他又是放在前面 你都催不著 上場這樣燒那隻歡樂好友 更加是催不著 但是今天他會放還是留呢 真的不知道 既然拼這些 若然又是熱門的 那我就到時才算 我選四隻馬 跟大家參考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無理求私逸 10號的盈賢 12號的魅力漢子 9號的木火同明 再加上一隻健康有疑慮 希望他健康沒問題 繼續砌的勁瀟灑 四連盟四重採腳 那些真的很多 各位見機行事 剛才提過那些 其實那隻創科先鋒 大家可以按一下 上季他跑谷草 那時的馬 阿雷文正在跟著他 那場馬是被人夾到 一隻蚊去外檔再追 潘頓上場騎對 輸給熊龍 是無話可說的 熊龍擺明是高過他的 那些步法 今天過來菊草 我覺得他也有理由去選擇 但要選擇的馬 真的太多了 譬如真的有很多馬 我沒可能跟大家說 我選這四隻 其他那些馬 不看他 香港跑馬很激烈 跑錯少少 兜外少少 那隻馬能不能進來 就是那個路程的問題 真的有這麼多有資格鏟進來的馬 就真的 怎麼說 頭駐四連環四重彩那裏 我覺得 創科先鋒是不應該飛的 大純威可以駁他 看看會不會留回來跑的 至於你說那些戰鬥 戰紅三千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隨配比 至於那些勁得手 可以駁一下冷門 鋒亡快路這些馬防好鬥志 都可以駁一下冷門 尤其是用這些騎士 你又不認識我 我又不認識你 就砌盡他 可能就是這樣有個突破 因為上季其實他這隻馬 都不是跑得很差 那兩貨集我都覺得是可以 但是我出心水片 就只可以出四隻 跟大家參考 跑馬不是跑四隻的 難道我貼四重彩 我只是貼四隻嗎 如果是貼四隻就每次都中了四隻 那 發達很久了 是不是這樣說 即是有很多馬可以駁進來的 其實我都不是說 一定是說出來 大家是要怎樣去買法的 是大家在討論一下馬 究竟有哪些是有機會的 或者是看好一些的 那各位在那裏自己執藥這樣執的 還有要說 人馬合拍的馬有魅力漢子 仍然贏 木火同名 勁瀟灑 這場馬 創科先鋒 上教 六隻 上教 上次是萬步速贏馬 今天再撿個十二檔 我自己會捨棄它 然後換了配備又穩定的 有上教 創科先鋒 木火同名 仍然贏 魅力漢子 其實這場馬 即是上教十二檔 就算讓你放出來 我想他也不會放到很快的步速 看看大純威會不會又好像上場那樣瘋 如果他留回來跑 那就真的沒有什麼步速了 可能 因為那些魅力漢子可以跟好一點 仍然贏 木火同名 勁瀟灑 戰紅三千 試過萬步速都可以 他也能克服萬步速贏馬 那場 其實這場也挺難猜的 我就選了一些田泰安 簡奇 有個表現 蝕了 被人阻了兩場 希望蘇偉賢 這場也很鬥志 多謝 拜拜